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你叫什么 对 柳青年 香州赵家千金 能够你战神 啊 柳青年 陈叶啊 陈叶 我本来想给你面子 但是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不堪 你伪造了这么多婚书 不就是想在我面前争点脸吗 还江州首富女儿 龙国女战神 你怎么不说你是修罗战神啊 修罗战神 他算个什么东西啊 还跟我相提拼恶 行了 我不想再听你吹牛了 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办到的 我会尽我所能把你保释出来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我再无任何关系 这都什么跟什么 你有病吧 大人 该有膳了 今天下面的人上供了一株天山雪莲 和百年人参 我已经吩咐下人给您炖了汤 您看又不尝了 放就不止了 我整天被这么退婚也不是事啊 我还要去找我的亲生父母呢 师父 人意啊 老夫为你准备了几份婚约 你不是一直要找你的亲生父亲吗 在这几份婚约书里 就能找到山河王的信息 知道了师父 师父 你为何不同我一起下山呢 为师都一百八十岁了 你没看见为师还有谁做吗 你 那老头说 只要我见过这些婚约上的未婚妻 我就能得到我父亲的信息 我都退了十几份婚约了 连我父亲的门都没闹着 他会不会是骗过的 算了 等他们过来太麻烦了 反正就算最后四分婚约了 干脆我主动去退婚 东楼 我要出去 你去安排一下 出去 那 您准备去哪儿啊 就先去江州吧 好 全好来 我先安排人送你 红莲见过 你是 是修罗大人让我前来迎接你呢 这小子还安排的挺妥当的 行了 起来吧 真是道理 家族竟然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的招务 爱吹牛就算了 还是个囚犯 就是 我们柳家什么身份 他一个囚犯 怎么配得上小姐您 那 那是 陈彦 陈彦 你怎么在这 我在哪 跟你有什么关系 妈的 真是出门没看黄历 竟然又碰到这个神经病 陈彦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拿得起放得下 我早就说过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就算你追我到江州 我也不会回心转运 柳大小姐 你哪怎么做 趁现在 抓紧是 走 红莲武神 那不是我龙国第一女武神吗 她可是无数女人心中的天骄 怎么了小姐 那个人 好像是红莲武神 或 我明白了 这陈彦 不会为了追您 从鬼域越狱的吧 肯定是这样 这红莲武神 肯定是奉 玉主大人之命 过来抓捕他 原来是这样 陈彦 要是像个男人一样 拿得起放得下 我或许还会在心里进入 小姐 咱们该去见 冯氏集团的少主 能删了 我们走 七点 七点王上 西路大人 用我为您准备一场大便 地址我已经选好了 您看 订到什么时候可以啊 这些需的就免得吧 你先送我去江州首富府上 我要去见一个叫 赵羽露 赵羽露 有什么问题 七点王上 赵羽露是赵家的千金 也是江州出了名的大 只不过 三年前 他突然晕倒了 一睡不醒 赵家请了国内最有名的神医 周振南前的医治 都没有医好 甚至有人传言说 赵羽露 是不是中了邪煞 因此 才会昏迷的死 还有这种事 赵家主 令爱 真是赶上了邪煞呀 这一般的药物 已经不提任何作用 就是国外顶级的药 那也只能暂时抑制 而无法全聚呀 那这如何说 看赵小姐的这个情况啊 只能用天方啊 天方 就是找一个生辰拔地即应 阳气直胜的年轻人 和赵小姐成婚 这样才能出气携杀呀 哈哈说来也巧 我孙儿中汤 哈哈 生肖为龙 命贩金火 阳气即盛 赵家主如果愿意 可否让他 与恋爱成婚啦 这 这 周叔叔 现在人命关天了 我和语录又是精梅竹马 嗯我想啊 他应该不会介意的吧 哈哈哈哈 可笑啊可笑 医者当于医术为主 你居然在这卖弄鬼神之说 真是可笑至极呀 你这谁 敢擅长我到底 敢让这勾搭出现回去来这 我 缺缺一个赵家 说硬的 放在以往就是你跪下求我 我也未必很来 谁好少说 我叫陈业 我这次来是退婚 这个婚我也不排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我可以考虑就好 你能 小子啊 不是来搞笑的 就你和语录婚约 算了什么东西 哎呀 还可美上婚书 在自己 你知道这是什么 不对 这婚书 是真的 啊 赵叔叔 你没搞错吧 没错 这上面 有老爷子的私印 只有老爷子 才有资格使用 只不过 就算是真的 又如何 现在都什么年了 仅凭一纸公书 就想做我赵承的你 年轻人 你还不做责 你懂不懂退婚是什么意思 谁说要当你们赵家的女婿 我是来退婚 退婚 我堂堂赵家 江藤守护 轮得到你一个岁度来头 要岁 也这么赵家 是你 赶紧 你不要 把她护去 把她护去 这婚书你可扔了 我就当你默认同意 不过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呃 你再让这个佣医给你女儿治病 不出三万药 你女儿就会口吐鲜血 到时候你就着手 问候事 周老不必在意 还请您赶快救救国家鱼 赵家主 赵家主 你放心 我现在用国外最新出的针迹 一针下去 就会让小姐 幻然苏醒 然后再与周康成婚冲喜 不出三日 小姐便可痊愈呀 哈哈哈哈 那既然如此 就请周导建设 和建设吧 好好好 哎 这怎么回事 这不应该呀 这是最新的好药啊 这这这 可能是你尽量不够 你再给他加一阵 这这这 这不应该呀 这这这好药啊 不过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你再让这个人给你女儿治病的话 不出三万 你就会渴住下去 到时候你就着手问候事 快来 我陈彦国请回来 冯公子 你可算来了 对了冯公子 那两千万 你可得抓紧呀 那可是我们公司的救命钱 放心 只要本少爷一句话 两千万 还不是清清松松 冯公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是合作伙伴 这样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清言 你应该知道 我喜欢你很久 只要你大爷陪我一晚上 别说是两千万 就算是五千万 我都可以给你 怎么样 你考虑考虑 只要有我冯家在一天 不出三年 你柳家 就可以成为江州的翘楚 冯公子 请你自重 虽然我是个生意人 可是出卖肉体这种事 啊 我的意思是说 像冯公子这种身份的人 我确实是配不上 臭婊子 装什么清纯白莲花 等网子再给你的柳氏 集穿十几个笨子 到时候我看你过我过来求我 哼 既然柳小姐不愿意 那就算了 投资款的事 我们就再谈嘛 唉 今天又退了 陈燕 你跟踪我 跟踪你 六小姐 我劝你 我劝你 要点脸 我对你没有 能在这里相遇 存心情 清言 哈就是你说的那个未婚夫 你不是说他被红莲大人抓走了吗 一个被通缉的逃犯而已 肯定是趁红莲大人不备 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都能落成逃犯了 居然还来缠着你 真是可悲 陈燕 我劝你赶紧去自 你和清言 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像你这种贱民 连给清言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哈哈 你你敢打我 陈燕 你疯了吗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冯氏集团的寄账人 你居然敢打他 你现在立刻给我跪下道歉 你的冯氏集团 你以为你能活着走出江城吗 冯氏集团 很牛逼吗 陈先生 杨恩叔 你老子不来了 什么 杨恩 守护赵家的管家 陈先生 我们家族请您回去 求您救救我们家小姐吧 我们家小姐 口酷鲜血 眼看就不行了 求您回去 救救她吧 唉 算了 清言 你害苦了我 你怎么不早说 他们和赵家的人认识 赵晓 找自己的赵家 我们不是就当死定了 我太赶紧去送你陪碎去 不可能 他只是个逃犯而已 你跟守护赵家有关系 谢谢 爷爷 这家伙什么来头 竟然敢还我们周家的好事 看他的针法 好像失传一点的古术还阳针呢 看来 他的医术在我之上啊 女儿 终于醒了 爸 我这是怎么了 大病了一程 已经昏迷三年多了 多亏了这位陈先生 他能醒过来 陈先生 姐 我已经把你女儿治好了 那么 婚约的事儿 婚约 什么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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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露 你不知道 这穷小子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拿着一封婚书 非得说是你的立婚书 这可笑 爸 中坑说的都是真的 的确是真的 只不过 小串刚才事情匆忙 都没来得及问 你父母 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 无父无母 从小跟我师父一起长大 什么 父母 对啊 我这次下山 就是为了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哈哈哈 小子 搞什么呀 我还以为 你是哪个大家族 那你这几年在做什么工作工作 也不算 我这几年一直在进去 这是什么监狱 你你是从监狱里头 小子 你是来搞笑的 就你这身份 也配合于 也不撒谎尿照着 你可以吗 我配不配 跟你有什么玩戏 我配不配 就你这身份 我配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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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尹业 虽然你救了我 我很感激你 但我赵宇露 是江周首富之 不过二十岁 就掌管了十几座公司 而你 只是一个刚出狱的囚犯 论身份 论背景 你都和我差的太多了 是呀 沈业 你金粉配不上我 这样 我给你五百万 你拿着钱 偷人吧 结局婚约的事 不要再提了 这五百万就当是给你的封口费 如果你下半辈子千万要快 以后在外人面前 千万别再提着你 我赵家的两面 绝不能丢在你身上 你真当我是要饭的 还五百万 都不够我吃一顿重饭 陈奕 你吹这种牛有意思吗 我劝你识相点 五百万对于你这个囚犯来说 已经很多了 拿着这笔钱赶紧回去 找个跟你身份般配的女人结婚 这样不好吗 是啊 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你怎么会照着镜子 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德行 陈奕 你要是觉得五百万不够 我可以再加我 一定救过我 我马上让管家 这钱给你 现在 请离开 不好意思 你这点钱还真入不了 自己不着花 来人 陈先生离开 你这些费物 还要说我们赵家大小姐赶紧滚吧 嗯 哎 这小子不是赵家的客人吗 怎么被人给轰出来 我就说嘛 他只不过是一个逃犯 怎么可能跟首富赵家有关系 看吧 这么快就被轰出来了 哈哈 吓老子一跳 我还真以为他和赵家有什么关系 原来就是跳梁小丑 喂 啊 帝都安家要来江州 安云 居然是安云 好 我这就安排 什么 帝都安家都安了 没错 安家可是我龙国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产业遍布全国 他们这次过来 动静肯定不小 方公子 我们快去准备准备 给安云小姐接风洗衬 安大小姐居然来江州 不行 我也得去准备什么 要是能和安家吃什么关系 我逢时计算肯定发了 哈哈 王爷 那好消息 帝都安家的张云 安云大小姐 马上立临兵 明天 安大小姐将在江州宴请四方商谈投资之事 这是安家的情节 什么 帝都安家 这可是龙国的顶敌号码啊 这等存在 龙国突然赞索江州 我还听说 安家要在江州进行产业投资 顺便挑选出一位代言人 打理安家的产业 挑选代言人 爸 安家可是龙国巨父 要是能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咱们赵家可就发了 是 赵叔 你们赵家可是江州首富 这代言人的资格 非你们赵家我属啊 对了老爷 我还听说 这个安大小姐这次来江州 不光是为了挑选代言人 还要见见她的贵宫夫 贵宫夫 我怎么没听说 安大小姐有贵宫夫了 安云大小姐 那可是顶级的豪门前进 也不知道谁那么有运气 能娶到像他这样的女人 是啊 能跟安家结亲的人 一定会简单 明日宴会上 他这位贵宫夫 可能会出现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赌真容了 下一个地图安 陈先生 你来得正好 帮我安排最近一趟的航班 我要去地图安家 安家 陈先生 您若是想见安云的话 就不用去地图了 他现在就 安云在江州 那也好 省得我跑一趟 他现在在哪 他们为安云准备了一场宴会 您若是想见他的话 我现在就去准备情节 行 那你去办吧 对了 修罗战神为您准备了一处夺术 您是否现在就去休息 修罗这小子看着五大三粗 没想到心还挺细 时候也不早了 就去他们休息 我去担心 我到你安排的地方了 这几天我就暂时住在这里 宴会的事情 你都给我准备退让就行 修罗呀修罗 你小子之前跟我说的是个破瘦 我还不相信 现在看来 你还真没想法 你先洗個澡 這怎麼還有 這也是修羅安排的 你趕緊把衣服穿上 我不管你是誰叫來了 我不需要服務 服務 你笑什麼 我說的還不夠清楚嗎 你趕緊離開 我不需要服務 離開 該離開的人是你吧 小弟姐 我勸你不要動手動腳的 我還是個廚房 怎麼 害羞了 姑娘我勸你自重 你現在走的話 我可以當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你這個人好不講道理的 這裡是我家 你闖了進來 看我洗澡 現在還要我離開 什麼 他家 這 他不會是修羅那小子包養的小情人吧 小姐你沒事吧 沒事 對了 你們幾個把這位小事哥請出去 下手輕點 千萬別把他弄受傷 是 哎哎哎 高高高高 快去 不不不怕怕怕怕怕怕疼 你 嗯 怎麼回事 你到底是什麼人 哎哎哎哎哎哎這位小姐誤會 都是誤會 我叫陳彥 是我朋友讓我來這裡休息吧 還沒告訴我你在 陳彥 他叫陳彥 難道 他就是我的未婚夫 沒想到 現在能在這裡碰上爺爺 為我安排的未婚夫 既然你主都送上門來 他可就別怪我不讓你走了 畢竟 有你在 說不定 我就不用嫁給那個家了 實在不好意思啊 沒什麼事我先走了 把你們家 哎 你等等 哎你等等 還有點事嗎 你們幾個先下去吧 我要跟這個小帥哥 好好的聊一聊 當然沒有別的什麼事情 就是想跟你認識一下 這些保鏢可都是我花了大價錢 是在你的手下 可是連一招都給不去 看一個戲片 沒有的 沒想到 是個戀家 有沒有興趣 讓你們天生寶寶 我怕 不付不起我 哦 那可說不定 姐姐我呀 可是很有錢的 當然 男士不想要錢 只想要人的話 也不是不可以了 我還沒想到 哎呀 哎呀你這個人呀 真是不懂得臉上絕對 你要幹什麼 啊 你要幹什麼 你也不太太 你也不太太 這傢伙也太心急了吧 我們都還沒成婚呢 小帥哥 今天晚上就別走的 陪姐姐哥 今天前 你說什麼 你倒不是小白臉啊 陳彥 又怎麼了 哎 你怎麼了 去看你 貼憑痕疾 想活命就別動 居然真的是直聽你的 機械 哎 我 我 啊 放心吧 我沒對你做什麼 昨晚只是你寒疾復發 要不是有我在 你早就交代在這兒了 既然你醒了 那我就先走了 哦對 這裡有副藥方 你要是信得過我的話 就按照上面的藥方 全都要 不敢說藥道病除 但你能多讓你活起 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哎你等等 又怎麼了 你能不能 等等我呀 等你 等你幹什麼 我今天要去參加一個宴會 你能不能陪我去 我有事沒事 安家的宴會 可不是誰都能去的 你確定不去 安家 第一個安家 那 安芸也會去 安芸 那當然了 安芸也是安家的人嘛 他肯定會去 那倒是巧了 好 好我答應你 那你趕緊出去 我出來 啊 出去幹什麼呀 昨天晚上該看的 不該看的 不都看了嗎 要不我就在這兒換得了 剛好你幫我挑挑 看哪件衣服比較適合我 你可不要窩面我啊 我昨天晚上只是看病救人 我可沒有占你飯 行了我聽說你的女人化招很麻煩 你先進去吧 我去後臺看了點事情 行 你記住你剛才說的 找到安芸第一時間聘請 好我知道 這樣 去吧 怎麼又是你 呦 這不是柳大長 行嗎 又見面了 你讓我跟你說多少遍 你才能明白 我跟你是不可能的 不要再糾纏了 我就習慣你這種名字資訊 你 這不是那個逃縫 居然還敢在這兒 誰知道他是怎麼進來的 我看呀 八成是偷嘴鵝鵝鵝鵝鵝 想在這兒聽說更深 去去去 這不是你能來的 趕緊你 我能不能來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還來勁呢 怎麼 他這麼多打人啊 只讓你 沒聽見嗎 這麼多年了 還明明 你這隻手指頭是 陳毅 你放手 傷了冯少 你十條命你都配不起 你 你 你 想什麼來頭 不管什麼來頭 總大不過安家了 在安家的場子裏鬧事 這小子怕個薰波機少了 陳毅 你瘋了 你敢不扶手一根汗毛 你絕對走不出這個會上 哈哈 是哪個不長眼的 敢在這裏鬧事 是 是你 我就知道 这个废物都会善罢人羞 没想到你居然知道这 还真是边家路窄啊 敢在这里闹事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来人呢把他给我偷出去 我怎么听说 今天这里是第一堆安家取家店 你们赵家有什么权利的客户 客人 你也配做安家的客人 连你们这种跳梁小丑都让我来在家 你还找不到 就你 也配合我 你也不照着镜子 你看看自己是什么 我劝你嘴巴最好放干净 不然你会下场 赵小姐 这个人在闹事 还打声我嘴哨 千万不能饶了他 放心吧 今天是帝多安家挑选待人的大人 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人 脏了这场宴会 口气倒是不小了 我今天来 就是找帝多安家的安瑜 如果我没有见到他之前 我是不会走 至于你 我根本没有把你放这 你 找安瑜 小子 你是疯了吧 你知道安瑜是什么人 就凭你 你也可以找安瑜 好大的口气 你以为 你以为安瑜大小姐 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了 赵叔不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 就是安家的投资 全部内定给了赵家 赵家对安家 不必是最精无比 这小子惨 得罪 得罪谁不好 一定要得罪赵家 这下可有他苦头吃了 陈燕 你好大的胆子 正在蟹度安瑜大小姐 也罢 念在你救过我女儿的份上 今天 我也不想 你呀 你跪下磕头道个歉 你今天来审计 不在 年轻人 要懂得审时度势 赵家主 已经给你财金了 你都赶紧下呀 是啊 咱们这样闹事 真是不值千高低 赶紧跪下磕头道歉吧 让我给你们跪下 你们也配 事到如今 你还在嘴里 今天要是不跪 就别想走出这里 陈燕 今天就要你死 怎么着 另外一只手也不想要 陈燕 我已经给了你们 也不是好歹 我是不是给你两个 大胆 竟敢这样 跟我赵家主说话 嗯 你这年轻人 真是爽话 还真是 不见棺材 不落泪 哎呀 打蛋他 我看是谁敢 在我们安家的样子上 闹事 你是安家的人 就是他这个废 刚从牢里逃出来等人杀 要不是你们先走出来 我们这打算 咱就你这 我二年轻人 给了你脸不穿 你敢当我 什么东西 敢跟我动手 我算个什么东西 我叫安云 安家的安云 你 你就是帝都安家的人 他就是我安云的未婚妻吗 你们几个 又算是什么东西 敢对我安家的女婿都是什么 什么 安 安云 不会这么巧吧 他就是我那位未婚妻 是安云 你是安云 怎么可能 安云大小姐 可是安家的亲戚 身份何许 怎么可能跟一个死囚犯 讲 你要是安云 脑子就是 运运 是啊 你说你是安云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你要是拿不出证据 那你今天 把周少的事 就没这么容易解决了 是啊 快点啊 快把证据拿出来啊 怎么回事 这么巧 你不是算什么 程总可是我江生的明星企业 二十年前也就新加过十亿 而且程总是安家的 随着十亿的日期 这次安云小姐的宴会 运运的不算是不满意 他们两个人在这玩 程总的为人家都报 安家的宴会上 然后安家大小姐 这回就算不死也得过自己 程总 你们知道 这两个人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在安家的宴会上 运出安云大小姐 简直没有把您和安家放在盐里 您敢紧把这两货扔出去 以正式兵啊 哦 我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敢在我重圈策的地盘 冒出安家大小姐 真是好大的 程总 就是他 敢冒出安云大小姐 你快把他给丢退 你打我做什么 打你 打你怎么了 你的丑做东西 睁大你的狗眼睛看清楚了 这位是真正的安家大小姐 安云小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给他 你说我打你 我就是杀了你 你又能怎么样 他真是安云大小姐 周康 你好大的胆子啊 竟敢当众污蔑安家大小姐 是不是 你们周家不想在江苏立福了 若是的 若是不行 我让你们周家在江苏消失 你这 你这个孽章啊 你怎么敢污蔑安家大小姐啊 快快给我跪下 给大小姐认错 安云大小姐 我永远不是泰山 你放过我 放过我们周家吧 这几个 他竟然真的是安云大小姐 你小姐可是谈到安家千金 怎么会跟一个死囚犯 搅拌在一起 死安小姐 就算你真的是安家千金 这假的也绝不可能是 你能为官夫 他又是一个刚从监狱 逃出来的死囚犯 何德何能 能成为你安家的女婿 没错 安小姐 我可以证明 这家伙就是个通缉犯 我经验看到他从鬼域里逃出来的 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你说 这个被我倒入什么方法 蒙骗了安云大小姐 我安家的女士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这首话 我听说你们冯氏集团 和程天赐的公司还 程天赐 这个人物出言侮辱 我安家的女士 女士应该走 现在就没有 各位 我宣布 我们跟冯氏集团 两个亿的项目 现在取消 冯氏集团 被拉入我们的天赐集团的黑名单 永不合作 不要 不要去合作 那两个亿的合作是 冯家的命根子 你要是取消了 我怕会杀了我的 你边去 安小姐 安小姐 我错了 你跟我来揮手 错了好不好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陈言 陈言 之前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不对 是我有眼不识太深 你帮我给安小姐求求求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安女小姐 才是安家的妇事 我给你磕头 我给你磕头 来来来 没想到 好方冯氏的继承人 竟然像狗药 跪在陈言的面前 那是当然 冯氏集团的继承人 虽然身份高贵 可和安家的女婿比起来 也相差真是太恶了 安家的 女婿吗 陈言 你今天还真是给了我 好大一件事 不可能 这家伙只是个通缉犯而已 怎么可能摇身一变 成了安家的女婿 这其中一定有诈 我不信 今天算是欠了他一个人情 这后面还怎么退化 忘了告诉你 陈业除了是我安家的女婿之外 还有另一个特殊的事 那就是我安家的新任代言人 从今天起 我安家在江州所有的产业 都将交给陈业来达 什么 这家伙竟然还是安家的代言人 安家的肺炎领 早就被赵家给命定了嘛 现在什么阿猫阿狗 敢打出了安家的符号 在这耀武扬威了 还安家的代言人 丧家女一个 有什么脸在这代表我们安家 安月 那不是 安家二小姐的不会吗 我听说安月是安家主的正宫所生 而安云是安家主的私生女 而出身论地位 那安月比安云高出许多 而且是安家内定的下任继承人 什么 下任继承人 安家的两位千金竟然同时出现了 这个不常见 安月 你来做什么 我要是在不 我安家的脸是不是就要被你给丢装了 安家让你来江州 是让你来挑选代言人的 不是让你在这 跟这种不三不四的男人勾搭在一起 如果说话注意点 叶哥不是什么脸上去 他是我安云的位 有爷爷亲手 定下的褒书为你 叶 一个刚刚出狱的劳改犯 也配拥有我安家的褒书 谁知道是不是他伪造的 你眼瞎嘛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 这回头上有你们安家的大业 谁知道是不是你这个劳改犯伪造的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三十一切 没想到既然相信一个劳改犯的话 你知不知道 像这种社会上的垃圾柱子 为了贪权付罪 还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还是说跟你那个下贱的眼睛一样 就喜欢这种贱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这叶可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 是我安云的未婚妇 我可是安家的下人继承人 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我说话 再说我这是好心提醒 说要被某些下贱的褒乙给骗了 不然到时候丢人了 可不止是你一个 求这个安家 没错 我当时就觉得这和婚姝有问题 他陈业不过是一个通级犯 有什么资格成为安家的女士 现在 听安月小姐这么一说 肯定是这个通级犯用了什么手段 蒙骗了 这陈业的身上不仅有安家的婚姿 而且还有赵家的婚姿 他一个刚从牢房里出来的老改犯 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婚姿 这一定是活造的 这陈业还真有赵家的婚姿 这么说 陈业就是有点 那安云小姐是不是 安家的脸都被你给丢了 谁让你打他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一个刚刚出狱的老改犯 还想英雄卷美不成 英雄卷美算不成 但我还是想打你 什么 打我 笑话 我可是安家的下任继承人 来 打我一个试试看 打我 我只是满足一下你的要求 毕竟我长这么大 还没拼我这么近 你凭什么打我 我可是安家的下任继承人 你有什么资格打我 你找了这个野男人 见面第一天就敢打我 不是再过几天 他是不是连安家家主都敢打了 爸你快过来给我做主啊 好 你这本贱 父亲他马上就要来了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跟他交代 阿里 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事 你没有不要记得父亲 是吗 现在知道害怕了 刚才你包庇这个野男人的事 不是很神气吗 告诉你晚了 你跟你这个野男人就等着承受父亲的怒火吧 来人哪 给我把这个男人的双腿双脚打断 把他再一口扒了 他谁敢 你又管这个贱人给我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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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了他 我的嘴 你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安小姐体会一下 啊 我 真眼 住手 嗯 你好大 你竟然想被安家的下人继承人动手 你 你该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微股 你打女人 你敢不會覺得自己這樣很帥 很潔氣吧 愚蠢之氣 沒錯 安家的小孩 終於跟你一個逃犯 那是你的福氣 你懂得了 福氣 我給你一場福氣你要不要 陳彥你夠了 事到如今竟然還在嘴裡 要不是看在你救過我的份上 我們也不會聽你說話 趙夺 不要用你這種高高在上的語氣跟我說話 別說是安逸 就是他安家家主來了 我也不說 是誰這麼大的口氣 好大的口氣 敢不把我安男生 放在眼裡 爸你可算來了 我管安逸這個賤人 找了個不三不四的男人不說 還敢動手打我 看我臉被打的 爸 他不是不三不四的男人 他是一人給我弟能威風夫呀 你看這是 村長 沒有經過我的允許 誰讓你跟這種不三不四的男人接觸的 爸他不是 被嘴 硬嘴 你好像忘了 你的魏風夫 只能是汪家少爺 汪洋 什麼 汪洋 這不是武道世家 汪家的少爺 那可是凌駕於所有世家之上的 頂級家族啊 而且 那是帝都的藥王啊 他手裡攥著 數張下午的藥方 我們安家身為榮國頂級豪門 不是什麼阿毛阿狗 想盡 盡 盡 就是 就憑你還想做安家的女婿 你也不撒胖娘自己照著 你配嗎 賤女子 趕緊給我回事 跟汪家大少爺 完婚 我不做 爸不會嫁給汪洋 我認為 你 有幾個 那就是晨諺 你說什麼 婚姻大事 父母之言 豈容你在這裡推散主司 我告訴你 限期三天之後 必須和汪家少爺完婚 走走 安家 你比你自己的女兒 嫁給一個不喜歡的人 這是身為一個父親該幹的事情 你說什麼東西 不敢叫我自己的女兒 你在這裡多管閒事 然後多管閒事 同業啊 陈業 你還是別擔心著夢 你依舊是底層社會的小阿姨 什麼和人家汪洋也都 汪家是 好 我今天就把話撂著 三天之後 我讓你們這個婚結婚了 是不是不自量裂 三天之後我就支持 嚇死我了 你以為你是個什麼東西 鬼運日主嗎 好 我作為本家家主 就給你三天時間 三天之後 都要看一看 是如何讓這個婚結成的 大家到時候都來看看 看看這個野男人是怎麼讓我安家結不成婚的 既然安月小姐發話了 那我們就都去隨個笨 那我們就都去隨個笨 哈哈哈哈 好 陳業 三天之後 我們大夥就在地多等我 到時候 你可別嚇得尿褲子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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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 重大消息 汪洋的父親汪正天 就是您父親當您的天神主 什麼 人家查到 這個汪家在十八年級 不過是帝都的一個小家族 但是 自從您的父母失蹤了之後 他們就一位成為了帝都最頂級的大家族 不僅財富滔天 而且還有幾個五道大師作者 你的意思是 我父母的失蹤跟汪爭 可能性很大 這個 是汪爭天的照片 是的 因為你這山河王的後人 由這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啊 高聖孫好貫的膽子 現在被哨子收拾了 得擔心被狗吃了嗎 手在這船磨桌樣了 山河王已經完了 我勸你認清事實 什麼 既然如此 那你就跟他一口下地是吧 哨子快走 想要吃我於死地的人 原來就是你 汪爭天 不過當年那一晚 將我從汪爭天手裡救出來的人 到底是誰 皇上 要不要屬下的人去滅了汪爭 不急 區區一個汪家 還不能被哭了 我想 他們一定是 背後一個人之士 汪家 能在短短二十年之間 從一個三流家族成為頂級家人 一定是這個幕後之人的情 皇上 林小總統 弘烈 你替我散布一個消息 就說 鬼玉玉主要出山 準備舉行一個出山生 這場聖典 一定要給我搞得沸沸揚揚 您的意思是 想借這次聖典 引出汪家 和汪家背後 對 他們到時候看到這場聖典 一定會安排輔助 我們 提供公司 都要接受 明白 記憶往上 消息 我已經散播出去了 時間就定在 一個月後 可以 就這麼去辦 是 行了 是我不早的 冰王開航班 我要去地都 去地都 三天前 我答應過岸家 讓他們這個坑截過 我該去兌現我的承諾 對了 王上 汪家有幾處產業有些問題 哟 好大一個瓜呀 你打算怎麼做 人心沒理 該本子就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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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明日 一千斤 讓我家的汪家大 同學往後 安家的身份 可就 誰找殘高來 是啊 恭賀 恭賀啊 好說好說好說 好好好 有請 有請 好 好好好 一晚 二少 還有多久 過來接清 大概還有一個小時就到了 好 一個小時 你們安靜 就跟你們說 要睡在家前 老實 你們安家的財務 至少 完三 不過說起來 距離接親就剩一個小時 陳燕的廢物 怎麼還沒來 你不會以為 他真敢 別做夢了 他只不過 是社會底層的一個垃圾 怎麼敢來這種場合鬧事 那也是 像他這種底層的樓椅 就算給他一百人膽子 他也不敢來安家老實 哎 更何況 這次婚女的男方 還是靈國的武道事件 隨便哪一個 東東把他給黏死一百回了 陳燕 看來 我當初與你不退婚 只有 真正的 陳燕 婚女就剩一個小時 真的會來嗎 別做夢了 那個死囚犯不會來 安芸 你不愧現在還認為 那個逃犯會來救你嗎 說你蠢你還真是蠢 竟然把希望寄託在一個犯人身上 跟他說過 他壞的那個 哦 是嗎 那他現在在哪呢 怎麼沒看到呢 忘了告訴他 郭尚少爺這個人呀 平時玩得比較花 身上染了不少病毒了 像什麼 艾滋呀 梅毒呀 他身上好像都有 不過呢 你跟汪少爺在一起 可得注意點安全 就算你得了也沒什麼事 畢竟你本身就是個賤人 染上點病毒 好像也無傷大癢了 做一個肮臟的賤人 狗言慘喘過完一生 這就是你的命 誰說這就是他的命 不好意思啊 我來晚了 這死熟犯他竟然真的跑過來了 來了一文字 這可是武道汪家的 他過來 也不過是技術死 陳月 我來了 我說過 有我陳月三 你們安家這個婚 你們還弄著幹什麼 信他 副手 你們不能跟陳月 搗手 這死丫頭 我是讓你過來的 趕緊跟我過來回去 我不 我不想嫁給我 我的未婚 只能有一個人 那就是陳月 你說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是想武衣家族安排嗎 你別忘了 官少爺還有一個小時就要到了 這麼做 是想讓家族難堪嗎 武衣 難道想武衣家族安排的人 是你們嗎 什麼 這樁婚事 明明是爺爺在世時就定下的 而如今 你們不顧他老人家在世時的意願 這難道不是忤逆嗎 不是 好大的膽子 敢這樣給我說話 爸 就算您打我 我也指 你也就一個為何 你竟然為了這個下陣的囚犯 跟安家作備 你知不知道你這麼做 你們全家都得承受汪家的怒火 我安家都得跟著你陪葬 怎麼張安小姐 之前的巴掌沒有來夠 又想你 對 王家管事 王清延到 什麼 王清延 這不是 龍國紅泉大門家的名字 我聽說 這汪大師的紅泉 早已沖神入化 乃是龍國的紅泉 敵人 沒想到 他是汪家的管事 這小子完了 汪大師的權負 據說 可以從手打倒五十名頂尖特殊兵 敢跟汪少爺請你 他怕是怎麼死的都不是 汪大師 您來了 汪少爺呢 少爺隨後就到 命老夫翔過來看看情況 安家作 你們這婚禮辦得好熱鬧啊 甭管事要是再不來 我們安家的媳婦 怕是就要跟別人跑了吧 我管他 話怎麼能這麼說呢 安您和我和少爺的婚事 可是兩家一同見證啊 這不明隨便休閒大 是啊是啊 您可千萬不能因 某些賤人的舉動 還會對我們安家有什麼誤會啊 放心 你們安家的忠心 我還是有數的 一個剛從牢裡跑出來的囚犯 甭管事還沒放在心上 甭管事今日前來 是替少爺先把聘筊送過來 這是修羅戰神大人 贈送我汪家的百億訂單 從今日起 這訂單是你們的了 什麼 修羅戰神的訂單 那可是我龍國四大戰神之一啊 是 地位僅次於鬼域御主 他老人家的訂單 可是價值連成啊 是啊 沒想到 汪家竟然和修羅戰神大人有聯繫 汪管事多謝您的好意了 但是 王安雲已經有威痕符了 請您將這百億訂單收回去吧 閉嘴 汪管事講話 哪有你插嘴的份 閉嘴 汪管事講話 哪有你插嘴的份 就是 王少爺能看上 十輩子都來的福氣 汪管事 小女人跑出童言 您千萬不要和小女人見識 哎 無妨 安雲小姐年紀輕輕 這些別有用心之人欺騙 可以理解的 不過 當看到接下來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相信安雲小姐會回心轉意的 這是 千策戰神大人 是我們汪家的黃金鱼 無意義之隊 由偽將奴端打造 價值十五億 什麼 千策戰神 他老人家 也是隆國四大戰神之一 當年 雅山也 千策戰神 一級之敵 插沙敵軍十五萬 挺級之敵 還有現金十億金條十根 以及市值三十億的產業七座 每一個產業年齡本都在七千萬 是不是 南海 挺藥業的產權文書嗎 挺藥業 可是我龍國藥企排名前二十的存在 去年 還獲得了醫藥界最高的榮藥 神龍獎 還有這個 這不是太安能源的產權文書嗎 太安能源 可是龍國十大能源之一 雖然成立不到五年 但是年利潤早已超了九千萬之多 也是龍國最有潛力的產業之一 哈哈哈哈 這就是帝度要亡的實力啊 王首不然氣氛不凡呢 哈哈哈哈 這 胡夏某些人 王身上下的二眼看得拿不出來 就憑你 也許跟王少東 這不是雞丹夫石頭 小子 看到了吧 人家 是龍國頂級群士 而你不夠是最底層的個球分 我勸你 還是不要在這裡 跟人現眼 周少 你跟他說這麼多幹什麼 我估計啊 早就被嚇得尿褲子了 哈哈 哦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頂級權貴 不過是幾處 快要破產的垃圾產業 正被當成阻礙 這所謂的頂級權貴 別太不知情 這所謂的頂級權貴 別太不知情 小子 你說什麼 居然敢說我汪家送上的產業 快破產了 難道不是嗎 不 汪家是龍國頂級市價 施作得起 他們還能送快破產的產業 說你們蠢 你們還真是蠢嗎 自己被人賣了 還幫著手 你們現在看看新聞就知道 如果你現在接手 你就是心情要頁的共犯 還有那什麼太陽能人 公司上就更迷 欠了龍國三千萬 這樣的企業 還是什麼企業 說出去都會被嚇死 這都是別人送給我汪家的 甭管是並不值錢啊 安家主 您放心 回去以後 我汪家必定重新挑選上幾座產業 送給安家 汪管是嚴重了 汪家來龍國權貴 這件事情 一定是屬下人搞錯了 您千萬不要放在心上啊 是啊是啊 這不是還有修羅戰士的百姨訂單嗎 有這個訂單在 足以證明汪家對安家的真心了 什麼狗屁修羅戰士的百姨訂單 我怎麼不知道修羅這老小子 還開始興奮呢 安家主 我勸你還是好好看看這個訂單 不要是屬於人了 閉嘴 修羅戰神跟汪家可是視角 他們的關係 請容你一個死囚犯挑撥一件 又吃死囚犯 說你兩句你還闖上 趕緊別在這丟一線 挑撥 是不是挑撥 我打個電話不就知道了嗎 最好 我這裡有修羅戰神的號碼 不然我打個電話讓他過來如何 哈哈 小子 你腦袋是被門擠 你知道修羅戰神是誰 他可是我龍國的四大戰神之一 唯一一主的所謂的病 你一個死囚犯 竟說自己有修羅戰神的號碼 簡直就是跳樑小丑 誰是跳樑小丑 我打個電話不就知道這是分鎖 是嗎 不是你 陳彥 你真是夠了 三番兩次開這種無稽玩笑 你說這種話 不就是想在眾人面前表現表現 滿足你那脆弱的自尊心嗎 修羅戰神的手機號 真是可笑 看來 我當初拒絕你的求婚 的確是個明智的選擇 以你現在的心態 確實配不上我趙玉露 陳彥 你怎麼能拿這種事情開玩笑 我沒有開玩笑 我真的有修羅戰神的號碼 當初我只是看他垂腿捏緊很舒服 我就把他留在身邊 順便縫了個電話號碼啊 什麼 垂腿捏緊 不 安家主 看來你們安家是沒有誠意和我們汪家結親呀 竟然讓一個修徒犯在這裡胡說八道 先是污衊我汪家 現在竟然連修羅戰神大人都敢侮辱 這件事 安家若是不給出一個交代 汪管氏不介意收回一切聘礼 上報給修羅戰神大人 讓他老人家出面 親自定奪 汪老師 您先撒嬌一下 我安家怎麼可能弄惹這個廢物 是啊是啊 你老千萬別生氣 一個死求犯拿來讓你動怒 死丫頭 他一帶回來這個野男人 竟然連汪管氏都敢惹 趕緊讓他滾過去 陪你倒去 哎 沒事 汪管氏也不是瞞不講理之 只要這個死廢物過來給我磕幾個小狗 汪管氏就大發慈悲 放了他 哈哈 聽得是 還不趕緊跪下來磕頭 跪 他也廢了 陳業你夠了 你以為得罪了汪家你就能活命嗎 汪家的背後可是修羅戰神大人 你去問問修羅 看他敢不敢讓我下 喂修羅 我限你三分鐘之內感到帝都安靜 喂修羅 我限你三分鐘之內感到帝都安靜 這小子瘋了嗎 他不會真的以為假裝打個電話 我們所有人就會信了 喵修羅戰神大人 有空想起我給我打電話了 怎麼是你接的電話 你爹呢 怎麼什麼事非要跟我爹聊呀 不能找我聊 人家可是什麼都能聊的 別鬧了正事 你就你吧 你趕緊來地露 沒空 当初你拒绝了我的婚姿 人家可是伤心了好一阵子 现在想起我了 至少让我过去 我跟你开玩笑 这里有个什么叫汪青年的人 说是跟修罗战神认识 让我不一起磕头道歉 你不过来处理一下吗 什么 汪青年 走死 电话我已经给修罗战神打过了 不过是他女儿姐 用不了多久他就会 哈哈 青罗战神的女儿 可是传说中的清诚神仙 不仅人长得角色轻薄 凌凉骨离植 连龙国也是手里血儿 冲犯 你看你今天真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的 死 我看 今天要死的人 不认识 行了 门管事也不是什么 门尖尖尖尖尖尖尖 念在你年纪轻轻 懵懂无知的份上 就过来 磕三个响头 今日之事 门管事 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 你还闹着干什么 你没有听清楚 汪管事的话吗 还不滚过去 车冲道歉 我看谁敢 汪青年 你怕我咋不咋 算这么重的男人说话 说都不想掉了 你这什么东西 谁敢误咋老夫 这位可是我龙国的五星神将 青城神将大人 这位可是我龙国的五星神将 青城神将大人 青 青城神将 青城神将 怎么可能 人家青城神将现在正在边境打仗 从来帝宫这女人 你们也不动脑子 你呀 装得不错 说吧 全都给了你个少子 来呀 你流氓把这个贱女人给我抓起来 不要扒了他们的皮 你写心头之恨 邓大人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个是龙国国君特赐的飞龙将领 这 这是真的飞龙将领 汪管事 你是不是弄错了 不可能 这上面有国君大人的君王大印 绝对没有人敢造假 你是真的 金城神将 汪青年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污蔑五星神将 你知道这什么罪 饶命啊 神将大人 我今天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求 我要向陈夜求婚 你愿意娶我吗 你愿意娶我吗 陈夜哥哥 这可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海鹰之星钻戒 代表着我们的爱情 实之不语 给我带上吧 不行 我不同意 我和陈夜可是有婚约在的 小妹妹 我跟陈夜订婚的时候你还不交代吗 不行 反正陈夜不会娶你的 这可说不准 现在的男人就是强诈的 你今天条件这么差 你根本受不够我 你怎么就知道陈夜喜欢你这种的了 搞不好他就喜欢我这种款式的 其实我我你闭嘴 小妹妹 我给你两个月 你离开起来 要不我给你两个月 你离开起来 看 有趣真是有趣 想不到传说中的亲戚 两个堂堂安家大小姐 竟然会为一个老改犯争风失措 真是天下体谈啊 王兴严 谁让你跪在地上呢 给我请 是 清城神将好大的威风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清城神将有守护龙博顶级世家之子 剑道本少 陈秦明 带着王 许心长 你竟敢在我汪家混着这种 是 你把我汪家放在你那里 怎么 你怎么不服 许先生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在边境卡上 可都是我们汪家的 你敢对我一个文字试试 对吗 这在叫我们汪家要 好 你谁啊 汪少 就是这个 竟然可在您的风雨上脑上 还想抢你留位更新 您说 您的 那你 走上去 死剑 就是一个小的 船上功夫太阳 血浪皮子愈先愈死 却愿意同他 汪先生 安远 你们一个五星神将 一个唐刚安家大小姐 竟然会对一个死头感兴趣 还以为你们是心神御礼 没什么好处 要不 你们两个跟我 我的床上功夫 一定不是这小姿 一定让你们两个 对心 我给你你 你干什么 我看你动手 是 揍你 啊你 死杀手 你竟然对我动手 我打你又有所认 你 王晴雅 给我宰着他 是 什么 你 放手 徐晴少 什么意思 王晴少 龙国有力 公众场合不许打架动 为者将受法律制裁 并关押大理事 想让我一个死球 你对我汪家 这是我 每次记住了 汪臭 汪臭 晴雅 看看你干个好事 就因为你一个人的预处 安家就要遭受灭准之灾 区区一个汪家 就把你吓成这种 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这村里 简直无可救药 安家 大事不好了 王家对我们的事情中处制裁了 你说什么 我 跟王家人放出狠话来了 说从现在开始 整个龙国不许和安全合作 你说什么 这个怎么办呀爸 我们的八大供货商 每年给我们提供几十万吨的货物 没有是真的 我们就完了呀 不好了家主 张家葛家云业 肖家等帝族家族都提出要跟安家解说的东西 安云 看看你干的好事 还不是因为你 我们安家怎么能遭遇如此艰难 不就是几个供货商吗 我晨夜向你们保证 只要给我半天时间 我可以给你们带回来一几个 废物 知道你在说什么话吗 正常 安云 行了行了行了 要是这种业从事的人一般见识 你 我滚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你确定吗 我要是走了 你们安家 不永远不再生 废物 张家董是被娘了 家主不好了 其实药业的廷总 带着去供销商 跑到街头总部 说上过安家 费上他们二十亿的损失 二十亿 是啊 家主 你赶紧想个办法吧 其实药业 可是低度的浓头起 我们得罪不起呀 我们的资金链虽然断了 但是 我们还有一笔资金没用呢 还有一笔资金 你忘了 当年爷爷离世时 不是给安云留了五十个亿吗 说是当做安云的嫁主 这笔钱可一直都没动 要是有了这五十个亿 我们估计可以偿还情赌的债 甚至还可以东山再起嘛 好 马上回集团 同志集团高头 到开董事会 走 你何必为了一个安云 在安家受着我呢 还不如跟我去跟进 做我许清诚的男人 你也知道 任我许清诚的男人数不胜数 你心里是我的事 清朝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在没有找到我亲生父母之前 我是不会想这些儿人的清朝 我就知道 那你找到你父母的线索吗 有一些 但是 和汪家的 巧了 我这刚好有些线索 都是关于汪家 汪市药业集团背后 除了汪震天这个大伍 还有 不是当年 山河一夫 什么 山河王府的人 马月 当年的一品护卫 郭东 当年的进军统领 张坤 当年的财务管事 他们都为你父亲做过事 你不觉得这个太巧了 这帮汪市药业的股东 很有可能就是当年谋害我父亲 而且汪阳准备对安家实行管制 趁这次机会 可以把其他的股东也扔在里面 没错 但是在这之前 你把我发现实 替我查查这个手桌的主人 他是我的救命 明白 我头怎么这么约啊 我的药效 终于发挥作业 什么 你给我下药 龙国最新款的春药 只要闻上一口 全身就会一火焚射 放上来 警察 就算得到我的感 你也得不到我的信仰 陈丽啊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让你 能不能为了 放心 挺頂善了 我去看看 快点 我去先 我就这样 让我感受一下 晨琢蠢鬼入去了 晨曼你干什么 你得要 都是我时间前还剩 嗯 晨曼 你個混蛋趕快放開我 這回我就替你爹修羅戰神 你就給我待這好好反省反省 看你我全交給你 我不要 這一個也是爺爺留給我 我絕對不會交給你 你混賬 還敢丟嘴 行了 安南山 我可沒時間看你們準備遊戲 趕緊把20億的賠償款 拿去 沒錯 趕緊把賠償款交出來 不然 我就拿大弄的安心貸款 我勸你啊 趕緊把賠償款拿過來 還有 把這個齊悅和 不錢 齊風 你好大的脾氣啊 誰讓你進我公司的 誰給你 租主大人 已經按照您的吩咐 將鬼王何曾壓入天字號地牢 好 我的租主 這次我 是 不幸運 你 是你 你好大的膽子 誰讓你進我公司的 該給我滾出去 我實在不好意思 這位是我的未婚 他說話有點直 請您千萬不要急 什麼 他是您的未婚夫 安先生 實在是不好意思 剛才解約的事情您就關我們 從現在開始 我們前家就是安家最忠實的合作夥伴 バイ mmm 其林老 小姐 只要能跟您合作 那是我的榮幸 就算是倒貼 我們其他也願意 呃 所以 現在他們都這麼說了 那我就恭喜 別 rivito 咁姐 董先生 啦 怎麼lee 那要不要 pixels 小混蛋他趕緊滾回来 田小姐道歉 等着把他道歉 安先生对不起 安先生 没什么事你就先走了啊 有了这些合作 汪氏妖艳的陈彦应该会受到重重 说不定 就能把汪震天给逼出来 陈彦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秦冬一看到你出现 他都立马就变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见过你 从今天起 这些合同被安家收回 从今天起 这些合同被安家收回了 这些合同都是秦冬给我的 你还给我 闭嘴 告诉我 这些合同是秦冬给安家 跟你没有办法起关系 从今天开始 这些合同由安月负责跟进 凭什么 这些合同明明都是我谈下来的 谢 你不过就是个下降的野种 就算你死 根本没有人在乎你的死 现实逼我嫁给汪阳 现在又抢错我的合同 是不是在你那里 就是个可有可恶的工具呀 放肆 怎么跟张伟说话呢你 我要退出安家 我要退出安家 安云 我告诉你 没有安家你就是个屁 跟着这个死守法 也就只能睡大街 既然你想退出家族 那就滚 有多远滚多远 行 你们不要后悔 安家 我刚才听说 你们要把安晓 天总 那丫头年幼无知 都有资格和您谈合作的吗 现在安占的合同就收回 以后就跟我们合作谈就行了啊 哈哈哈 是 既然如此了 我觉得这份合同就没有必要存在 从现在开始合作取消 从现在开始 做取消 什么合作取消 哎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还有两个五位 你们好大 竟然敢私自取消合作 我看 你们是根本没把我经家放在这里 没有啊 没有啊 您放心 我们安家是能够等级市家 在医药行 少的人们跟我们合作 比跟安民合作强一万倍 对 安大山我告诉你 我们就是看着安云小姐的面子上 跟你合作 如果没有安云小姐 我们成长是不会跟任何人合作 包括那些共和尚在内 既然 你们把安云小姐的合作收开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这份合作就没有必要的存在了 听说听说 哎 这人 心怪你 非把安云带走 还能有点说 还不赶紧把安云追回来 我告诉你 这次合作如果谈不成 你就给我滚出安家 对不起啊 陈也 因为我的缘故 我看你也说我欠你 没事 放心吧 我已经叫人来接我吧 等一会我们去的更好的地方 我 我 我 您不是农品酒店的董事长张农亭吗 陈先生 安云小姐 我来接你 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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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这里干什么 小妹妹 我跟陈也之前坐在这里 你觉得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你别胡说八道 一眼太菜不是这样 你别胡说八道 一眼太菜不是那样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那样 他不是那样 行了 陈长你别逗他了 我这次召你来 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利用安家逼出忘真片的计划失败 所以 我准备直接 开一个新公司 利用半个月的时间 把他打造成新人的 这个新人要往 就让安云来说 什么 盟国药丸 你没开玩笑吧 还有 你刚才说的什么 利用安家逼出汪正天 这是什么意思 抱歉安员 我之前欺骗了 其实我跟汪家 有一些私人恩怨 所以才想利用秦森他们 打压汪氏药业 逼出汪正天 什么 汪正天 是 是他们的大主动 陈丽 成为盟国的药丸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你别忘了 汪家手里 可是有黑根 你不高这种上古药方 不就是几个上古药方吗 我这里也有几个 这些全是上古药方 你从哪来的 从哪里来的 你都不用管 就生产这五张药方 清风 不得出击 清晨 不得抢地 放回来之后 我要请请一下加姆 顺库 欢迎我们的新药方 你说什么 帝都出现了新的上古神药 怎么可能 这个帝都只有我们汪家的上古神药 一定是你们搞错 王少爷 千真万确啊 帝都的店铺里的确出现了上古神药 是一个叫什么云野集团的新公司搞的 据说 这个上古神药吃一颗 就能增加二十年的寿命 甚至连癌症这种决定都能治愈 这怎么可能 长生神药 不是已经消失几千年了吗 就连帝都大学的博物馆内 都只有知言骗语的记载 这云野集团怎么会有唐僧神药的药房 汪大师 这药我们已经买回来了 你们快看看 好容易的药香 这品质 就算不是朝鲜神药 也完全不亚于上古药方 甚至 它的品质 恐怕比黑针玉骨高还好 你说什么 品质竟然比黑针玉骨高还好 黑针玉骨高可是母王家的财家质保啊 少爷 不好了 咱们公司出事了 云野集团销量太惊人 咱们黑针玉骨高的销量 直接被腰斩了一半 滚 不好了 咱们的黑针玉骨高销量惨淡 三十多万匹儿在仓库里无法发出 公司股票大股做水 能见到你地心下了 黑针玉骨高销量惨淡 地度超过三十家大型药店 正在要求减少黑针玉骨高的数量 代为上架长盛神药 咱们家合作商也纷纷转头 就跟云野集团合作了 云野集团 王少 这个怎么办 不管他是从哪冒出来的 跟汪家脱子 就是死路一条 王青岩 王奴在三天之内 能让这家公司 从这件事的超市 是 陈先生 安先生 好消息 这次啊 长盛神药的销售啊 很成功 真是太好了 不愧是上午神药 所以趁现在 我们应该加快其他药品的销售速度 争取在一个月 拿下市场的百分之九十的份额 好 说什么 什么 怎么了 云野 出什么事呢 不好了 晨颜 忘千言带人把咱们颠覆咱了 还打伤了咱们好多员工 什么 王氏谣言 终究是做不住 不好了 一部中心医院拒绝 这是咱们的病人 什么 他们一听说是医院拒绝 医院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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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是王家 想必 王家现在 肯定能拒绝所有的医疗机构 都想到了医院 甚至 这就是咱们的商人 扯医院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现在接 我给你写这条包 你现在看你看一下 安静的抓 医院拒绝 医院拒绝 你给我走 放心吧少爷 老奴已经向全城的医疗机构 发出警告 谁要是敢向云叶集团的员工疗伤 就是和我王家作对 好 在通知帝都所有渠道上 让他们不许再跟云叶集团的人合作 明白 我这就通知 什么人敢偷袭老夫 汪先生 好久不见啊 死囚犯 谁让你进来的 竟然敢私闯汪氏药业仓库 你好大的胆子 汪清延 你派人殴打我云叶集团的员工 这事儿 你想给我怎么算 什么 云叶集团 没错 陈先生 就是云叶集团的末透老板 哼 我不管你是不是云叶集团的末透老板 今天既然来了 那就是死路一条 正老 正老 上次大闹少爷婚礼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学校 学校小心 这些人 各个都是知自同门的武道高手 每一个都身经百战 可疑他们 雕叶集团想起 给我逮了他 我逮了他 西运真 指不到高手 老杂驴 接下来 该你了 小子 就算你能击败老夫这些弟子又如何 老夫八岁 十九岁 红泉大臣 像你这样的砸碎 老夫一只手就可以捏碎你 尽其百万 这不可能 当世间只有鬼域玉主和首辅大人是大宗士气 你怎么可能是大宗士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大宗士 那你就收起你的嘴耳朵听好了 陈先生 就是鬼域玉主 是 什么 你 你是鬼 巨主大人 我早就当时你 你给我一万个大宗 我也不敢出手了 巨主大人 成长你放过我吧 我这就离开地图 把他丢出去 送到汪家 然后把这里能搬的都搬 搬不了的 一把火烧了 记住 一根药材都不要留给汪家 是 还有 你告诉称堂 晚上可以开天日药王的家每天 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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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汪大师可是弄我数一数二的武道大师 到底是什么人 这 竟然连他都能记上 混账 到底怎么回事 光是妖爷的仓库怎么就被人给烧了 那市值 一夜之间蒸发了几百亿 爸 又是小事 我这就出力了 我告诉你啊 现在 所有的股东 都在要求社会 今天晚上 就会返回帝都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了 否则 过去出梦家 还愣着干什么 还给我回去他 一日去年 我去到云叶集团背后是谁 有时候他死了 老公 云叶集团今晚要在地路举行一场加免典礼 这是典礼的邀请 先免典礼 到时候不仅会公布云叶集团旗下的药品 还会公布幕户的老板 并宣布他成为龙国的新药物 什么 龙国新药物 龙少 安家人 咱们又见面 你们怎么也在这 我听说 林业集团之后的老板 今天就要成为龙国药物 要是有镜能够解释 那我们赵家的败布 那就至少要翻 翻了 什么龙国药物 你记住 龙国药物只有一位 那就是汪洋 汪少 你看我这张臭子 安家小姐说的对 龙国药物只有一位 那就是汪洋少爷 那就是汪洋少爷 我说的话 上次 那不是陈彦那个死熟饭吗 他怎么在这 你怎么会在这 就是 真还敢带着死熟饭 你给我跑回安家 回安家 为什么 安家 你是不是已经忘了 我前几天 现在的安家 我有什么忙 阿爷 典离马上就要开始 你先过去 一道云家 王老爷子到 云家 云家 那可是龙国第一道事家 秀莲汪家的黑针玉骨钢 当初也是得到了云家的许可 才敢上市场 没想到连他们都记得了 这个云野集团背后 究竟是个什么恐怖的存在啊 快走恐 十二生一到 我靠 十二生一 真的是十二生一 我的妈呀 我不是在做梦吧 传作中的十二生一 竟然亲自来参加 云野集团的加冕典礼了 我的天呀 先有地独菜 后门老爷 现在两天一 和生机都来了 找云野集团的背后 有什么来跑吗 各位宾客大家好 我是这次晚会的主持人黄瑶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我们云野集团的晚宴 别废话 你们云野集团的到底是谁 赶紧让他都滚出来了 王上你先别着急 先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云野集团的奇妙 第一款帐篷羊 上午神药 什么 又是上午药 第二款上午药包 助言神丹 第三款上午神药 养言神药 第四款上午神药 阴阳白骨丸 什么 四 四款上午神药啊 我没听错 我长生神药之外 林野集团竟然还有四款上午神药 五款上午神药 怎么可能 知道上午神药是什么 不是上午神药就是上午神药 有什么证据 没错 无凭无据的拿去证据 你今天要是拿不出证明 那少爷就把你这典礼线上给打了 哈哈哈哈 我看谁敢对云野集团动手 云朗您来的正好 您快看看 这云野集团的药方到底是不是假的 闭嘴 营业集团的药方可是老公亲自认证过的 你们什么意思 难道老公 让他们的营业集团做假是吗 大家请看这张认证书 是国医院亲自开具的 下面不仅有老婆的印章 还有国医院的神龙认证 神龙认证 王上安小姐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疑虑吗 原老 请您宣布 我们云野集团的幕后老板为龙国新药王 好 谁快给我出来 走吧 新药王 该向全世界宣布你的心事 好 走吧 新药王 该向全世界宣布你的心事 安云 现在安家遇到麻烦了 你赶紧把秦总的合同交出来 现在只有秦总的合同交出来 现在只有秦总的合同能救安家了 我跟你们这么久没见了 你们不仅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 甚至 现在还要问我所有合同 安云 你是不是忘了你的一切都是安家给你的 我告诉你 要是没有了安家 你就是一条丧家之犬 只要有我云野集团在 安小姐就不可能落乱街头 陈先生 安小姐 剪彩仪式已经开始了 起二位灯台剪彩 黄总 您没搞错吧 让他们两个灯台剪彩 怎么可能 他们一个死囚犯 一个死贱 他们怎么会是云野集团的高头 住嘴 汪洋 我念你是汪家人才几次三番的容然你 你 刚才黄总说 农国集团的新药王灯台剪彩呢 难道陈夜和安云 就是农国的新药王 哎呀 完了完了 差一点都怪你 不要和安云抢什么钱总的合同 药王呢 药王 那可是价值几千亿的身份呢 哎呀 我也不知道呀 怎么可能 陈夜他不过是一个夏年的子求饭吧 他怎么会是农国新药王 药王之位 应该是我才对 农国新药 我汪某人 怎么没有听说过 龙国什么时候出现一个新药王 王晨天 你终于可出现了 爸 你终于来了 闭嘴 还嫌今天不够丢人 我滚一边去 龙国新药王 好大的威风呀 我怎么记得农国药王 有个汪家在 怎么 搞这么大阵仗 都不知道通知老夫吗 汪家是我 哎这件事 闭嘴 狗一样的东西 老是说话有你擦嘴的分 汪家 林肖天好歹也是云家庚的人 就这样帮助 是不是不太回事 林肖天 是不是我们汪家养一条狗 是吧 我教训自己养的狗 你养他狗 林肖天 我们汪家 让你开办国药馆 是要为我们汪家服务 而不是陪一些什么阿猫阿狗 犯什么加冕仪式 是 是是 现在 我上一家跪着去 没有本家主的命令 不许起来 是 汪老太君是开国元寻 听说汪家最近还拿到了 鬼御御主的出山腰挺寒 是什么国药馆 在人家汪家面前 不过是楼椅霸 四秋发 你看到 连你最依仗的云肖天 都这么听我办的话 你算了什么东西 敢跟我们汪家走 安云 你们云夜集团 就用这种货色当靠权 你们也不嫌丢人 云肖天 让我饶了你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 你要替我办一件事情 汪老太君 您说 只要您饶了我 做什么就行了 好 去把 云夜集团的剪彩仪式 给我 砸了 去把 云夜集团的剪彩仪式 给我 砸了 浩浩 你们起床 您家你说的话 没听到啊 赶紧 这些玩意儿给我砸了 多少 多少 你们的药方有问题 为什么要怪在我们身上 竟然还要派人砸了我们的剪彩仪式 原来所谓的顶级世家 就是如此的蛮不讲理吗 你说我蛮不讲题 云霄天 他说我们的药方比不上云夜集团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啊 那个王氏药业的药方 那都是上古药方 云夜集团的药方 怎么能 他过 王氏药方哪 哈哈哈 你说什么 云老 我们云夜集团的药方可都是您亲自认证过的呀 这五张药方可都是上古药方啊 你可不能瞎说啊 没有的啊 我医馆什么时候给你认证过药方啊 什么时候给你认证过药方啊 您看 这上面是不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是不是国医馆的认证 您是说这个 这是我们国医馆啊 见习生做的 跟我们国医馆没有半点关系 哈哈 啊 大家我看清楚了 这个认证处啊 我现在就撕了 哈哈 我们国医馆从来都没有承认过 云夜集团的药方是上药方 安小姐 听到了 可从来没有任何人承认 你们的药方 比我王家的凶凶 你 那简直太过分 过分 这就是得罪我们王家的下场 云夜集团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 竟然敢欺骗顾客 明明是一堆垃圾药方 竟然说成上的药方 您是胆大妄为 来人 给我把这个地方 砸 我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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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看我 不然 你还真是练 方家 你好生威风 当着这么多媒体和宾客的面 公然诋毁我 林业集团的药方 你的眼里就没有王法吗 王法 在龙国 我汪家的法 就是王法 汪家之后 你们汪家的顶级权贵 是怎么来的 什么意思 十八年前的血债 什么 什么 十八年前 你到底是什么人 十八年前的血债 不可能 当年知道那件事的人 都已经被灭口了 王震天 债 该还了吧 他难道真的知道当年那件事 不管他知不知道 都不能留着他 不然 一旦当年的那件事暴露出来 我就彻底完了 本家主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死囚犯 他竟然要诬陷本家主 来人 不把这个家伙的脑袋拧下来 挂在龙亭酒店的大门前 以尽效用 我看谁敢动他 我看谁敢 行程 什么意思 汪家族 龙国有令 公众场合私自打架都 唯准 将受到龙国法律的制裁 并关押大力 行 王震天 少跟他 砸碎 先必须砸碎 我杀 没错 这个小子有问题 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徐先生 虽然我不知道 你跟这个砸碎是什么关系 但是就凭你想要保下他 好资格 汪家想要杀的人 没有人能够保得住 来人 我宰了他 把他给我住手 汪震天 你好大的口气 我女儿不够资格保下 陈先生 那我 够不够资格呀 修罗战神 修罗战神 天呐 修罗战神可是龙公四大战神之内 他老人家怎么来了 修罗战神 你来的正乎 你这个女儿真是好大大 帮着一个死刑犯 跟我们汪家 你既然是他的父亲 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不 修罗战神 打我干什么 闭嘴 我女儿怎么样 还轮不到你这个老杂醉多嘴 还有 谁给你的胆子 敢对陈先生动手 陈先生 这怎么可能 他一个死囚犯 能让修罗战神叫他先生 修罗 疯了 竟然把一个死囚犯叫先生 为了他打我 你 打你又怎么样 陈先生是我女儿的朋友 那自然也是我修罗战神的贵客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侮辱陈先生 再敢侮辱陈先生一句 说死 汪老太军到 这死囚犯完了 汪老太军的身份何其自愚 连修罗战神 我记得 这回 怕你连修罗战神 也保护住他了 妈 在这 你来的这 修罗战神 竟然为了一个死囚犯 跟我们汪家作对 宁可替我跟杨儿出头啊 汪家的脸面可不能就这么丢了 灭嘴 你们两个孽兽 还不赶紧跪下来 给战神大人和陈先生道歉 你们 老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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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多管教管教你们族人 不然以后会被他们害 陈小兄弟说的是 你放心 老太军回去后 定然好好的伙计 二位 既然事情都结束了 那老太军 老太军 就不打扰你们的剪裁仪式 老师 先告辞了 奶奶 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蠢祸 你以为我是在怕那个死囚犯吗 我只不过是忌惮 他背后的那个修罗战神罢了 鬼于玉主出山盛典在祭 首府大人对这件事格外的伤心 难道你们想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得罪一尊战神级的人物 然后引来首府大人降罪吗 那个陈夜 哼 只不过是一个下贱的死囚犯罢了 放心 他蹦跋不了几天 等出山盛典结束 所以你们怎么处置 有什么事吗 爷 你怎么告诉我 你是云业集团的高层 咱们都是一家人 您得早点告诉我 一家人 我怎么记得 我已经离开安家了 这 这 跪下 妈 我为什么要跪啊 要不是因为你 云严能让我赶出安家 这些事件 都是因为你引起来的 还不赶紧跪下 给姐姐道歉 不要了 是他告诉你们吧 我不是什么云严集团高层 更不认识什么 阿姨 你这是怎么了 成为龙国药王 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 云业 你也知道我家人这品行 如果我真的公布了我这药王之位 他们肯定会借着我的身份 疯狂的吸云业集团的行 我这个龙国药王的身份千万能保 哦 我明白了 行 既然这样我尊重 云严 嗯 你刚才说什么 你不是云业集团的高层 对啊 我只是云业集团一个普通员工 来替高层参加剪彩仪式而已 搞了半天 你就是个瓶马工啊 不就说嘛 你个臭表子 我可能成为云业集团的高子 小粉 放开我 你再搞我 我死了你的嘴 死囚犯 放开我你们 放开 让他跪下给我道歉 你 不用了可以 让他们去吧 希望你们到时候穷的吃不起饭的时候 别跪着去 我们安家收留你们 爸 我们叫那帮废物 他们连一个人都杀不了 就是 那个死囚犯子到底什么来的 就连修罗战神都给他撑销 而且能说出十八年前的事 他到底什么身份 不管他这什么身份 他既然知道十八年前的事情 我们就得让他死 得找个机会把他给 许位 你们想把谁给做了呀 你们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 就是想请你们走一趟 你 拜拜 我 徐老战神 徐清澈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的帅 你们居然敢绑架我们 还有没有玩过了 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 我到底是谁 你说谁 陈业 你想干什么 还不赶紧放了我们 我可告诉你 我们可是汪氏妖艳的股东 汪家 放心 汪家的账 我会亲自去 至于你 谢谢 你们不能懂了 兄弟先生 你可是玉主大人的左方右臂 你如果这么 当着一个死囚犯赖下无故 你就不犯 玉主大人左方呢 既然你们知道 我是玉主大人的左方右臂 那我对陈先生 如此的言听计从 难道你们 不觉得奇怪吗 难道是 竖起你们的嗝耳都听不好了 坐在你们面前的 就是镇压发行鬼神 守护四海天安的 鬼域玉主 什么 鬼域玉主 是鬼域的玉主 是鬼域的玉主大人饶命啊 我不知道是您 如果早上是您 给我们一万个打算 我们也不敢对于这样 你知道放过我们吗 想让我放了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们快快回答我几个问题 当年夜夕山河王府一事 是谁就是 喂 山河王府 瑞德 瑞德 您说的什么也是山河王府 我们可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啊是啊 我们不知道什么山河王府 不知道 那我就帮你们回答 那我就帮你们回答 郭多 当年山河王府 金蜜 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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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了吗 还是记不起来的话 我就再帮你 唯有 走 别 别伤我们 我们说 我们偷偷偷说 嗯 当年的事情 都是汪这天知识我们说的 他跟我们说 只要我们当晚 叫做王府的守卫 他就给我们 乱乱将军 还给我们高光耗辱 可是我们也没想到 我们叫做王府的事务之后 这个王 你的王会死啊 是啊 玥土大人 这件事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被逼的 被 可笑 这是你们经历过 回到 走 谁 不知道 王正前 他从来跟我们不见面 我们只知道 他是一个熟眼通天的人物 就连龙国的政坛 都要对他承认 最后 变得死多了 这不是王霸天的首歌吗 王霸天 没错 王霸天 是王霸天的亲哥哥 当年他也是山河王府的守卫 而且 他也是山河王大旅左膽右臂 王霸天 王霸天 王霸天说 王霸天 王霸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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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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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呢 守抚大人來了 哎呀 守抚大人 紅公子 你們兩位 今天怎麼有空公尼函涉了 老生 給你們起案了 真的嗎告診 這些虛的就 doubles 我和我父親這次來 就是過了 你們每個月給守抚 守抚上庫的 怎麼做都是遺罷 只剩不一有 什麼 你們汪家是對我父親的什麼意見 哎喲 洪公子 你看你這說的是哪裡的話呀 我們汪家和守府大人 那可是不是交呀 就算你一萬個膽子 也不敢對守府大人 是嗎 千真萬確 守府大人 洪公子 你們千萬別生氣 來人 給守府大人和洪公子倒茶 這位姑娘是我的 啊 她啊 她是我長子大天留下的女兒 叫汪靈青 汪靈青 呵呵 好名字 不非是大家閨秀 果真是人如其名啊 靈動清純 要是能讓我品嘗一下啊 定是人間美味啊 守府大人見笑了 什麼靈動清純 我就是個沒爹養個雜種吧 見人還不跪下 守府大人笑 汪陽 我父親都沒讓靈青小姐下跪 你就讓他下跪 媽 你是不把我父親負責 不 沒有汪靈青 公公姐 牙兒他可不折懶 您可聽萬別他一般見識 這裡沒你事了 趕緊下去吧 現在老太姐 多餘的話我也不想再聽了 三天交出審下的五個 是 老師一定想辦法 不過 我這裡正好有個好辦法 可以讓你審去那五個意義 而且從今以後 再也都不需要再聽了 我看這靈青小姐長得甚好 而且 我父親身邊正好去認識 不如 我帶他回守府府吧 父親 你覺得什麼 看得辦吧 啊 原來是守府大人喜歡靈青 您早說呀 能得到守府大人的看重 那是靈青的福分 既然如此 那老身就做足 將靈青取配給守府大人了 靈青 靈青 我們這次過來 是有件好事要告訴你 守府大人 看上您了 明天一早 你就收拾東西 架到手服服去 什麼 見人 你好福氣啊 能夠架到守府府 是你幾輩子修來的分 tree 我才沒有要架持什麼 colon 要叫你們加 我不见 闭嘴 这可是守府大人亲自安排的婚事 别不识抬举 行了 就这么定了 汪洋 振天 你们俩给我把他看好 明天一早就送到守府府 跟守府大人麻婚 是 当年从汪振天手中救下你的 很可能就是汪霸天 但继我们调查 他已经死了 什么 当年在救你的时候 他被汪家 但是他还有一个女儿 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 他叫什么 汪家 汪灵清 汪灵清 他竟然是我最后一个未婚妻 里边请 里边请 我爸和守府大人还有多久能到 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不要 四季爱人 谁让你出来的 不是让你在房间乖乖等着 等守府大人过来接亲的吗 我不 汪洋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不会嫁给守府的 你说什么 让你嫁给守府大人 是你天下的荣幸 你屁不知好歹 臭婊子 守府大人马上就我来了 我们汪家能否成为天下第一家 就快这回来 你最好给我安安分分的 别说什么妖子 你听到呗 为了发掘权贵 把自己的妹妹往火中 汪少爷 你还真是人面受心 为了发掘权贵 把自己的妹妹往火中 汪少爷 你还真是人面受心 又是你 石熊发 你怎么又来了 跟我走 你死了 石熊发 你咋求饭 前世破坏本少爷的婚姻 现在又来破坏守府大人的婚姻 看你这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来人 我把他想的双腿双脚全部打断 王爷 我跟你走 你放过他 这件事情与他无关 闭嘴 你见着 你还得去他求求 别闹着干什么 都逮着他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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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精心培养的手下的吗 这 我 我是闹错了 求你放过我 我真是闹错了 谁敢在丑死宫里闹错了 我 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呀 敢在什么 什么闹事 你是个什么东西 闭嘴 思修范 这位可是当今首府之子 龙国朱院府长市 龙公子 先生 你还是快走吧 区区一个首府之子 我还不胖 我今天非得带灵青走 我看你们谁敢来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在我父亲 今天 我让我闭死 出来了 血 十三位 小子 我现在劝你还有机会磕头道歉 否则血影十三位一出手 你 必死 先生 要不我们还是道歉吧 这不是血影十三位啊 不 一个区区金莽令 就让你们这么要求 养威了 你说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还真没见过这种 拉筋 不过正好 我这里也有一块 不知道 你们见不见过 什么 武爪 静龙印 等待你们的眼睛看好了 我手上拿的是 鬼域九大至尊神领之一 凭此令 如鬼域一主亲至 可以调动 整个龙国的所有鬼域 居然有十三位 给我宰了他们 宰了他们 你等等 我怀疑这小子的令牌是假的 什么 假的 没错 你们可别忘了 武爪金龙令 可是九大至尊神领之一 这小子不过是一个死囚犯 怎么可能拥有这个令牌 没错 你们得好好调查 没错 这不是武爪金龙令 我就知道 这小子怎么可能拥有这种令牌 这是比武爪金龙令更高级的 九龙至尊令 什么 只此令者 无鬼域一主亲至 鬼域的一切力量 都将为辞令不悟 怎么可能 九龙至尊令 不是鬼域一主大人才拥有的吗 他怎么会拥有 血运十三位参见大人 大人有何吩咐 那就 先把他们说 是 启禀大人光阳洪云天等人已经被降 接下来有何吩咐 王总 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叫陈建 你父亲是王法天 曾经救过你 什么 陈建 难道 你就是山河王府的少主 你知道我是山河王的儿子 太好了少主 我终于等到你 这十八年来 我一直都在等你 等我 当年 父亲离世前 曾经叮嘱过我 让我无论如何 都不要离开王家 他说 未来的某一天 山河王的少主 一定会找到我 谢谢兄弟 我终于找到你了 对了少主 我父亲还给我留了一样东西 父亲说 这个里面 藏着十八年前的针线 原来王家的背后 是洪天孝 新康 管理你 三天之后 举行鬼域御主的冲山圣典 爸 您没说错吧 御主大人 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出山圣典 没错 晴晴 您就给我送过来 这回 我们安家 要发了 御主大人 可是农国 最有权势的人 全世界 不知有多少人 刚才八牛他 安云呀安云 你是不是做梦也没想到 我们安家会拿到御主大人的邀请房 除了御主大人的邀请函 我们安家很快就能成为龙国第一大人 但是 我要让你跪在我的面前 好求饶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刚才陈一国打电话说 十八年间的血债该还了 洗干净的脖子 还在 什么 红大人 这小子身份无怪 最大约像是 当年山河王府出来的人 您看 这是他的照片 怎么可能 竟然是他 像 实在是太像了 大人 您这是怎么了 去 给我准备一个后离 明天到了初三生年 我要亲自叫我御主大人 是 兄弟 你带好东西来了 这个眼神 和你年轻时候 一模一样 那你说说 我应该 那他怎么办 交给 随意组处理 如何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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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随意组的性格 恐怕 会把他 大心烦坏 嗯 到时候 你们山河王一脉 恐怕 都要死绝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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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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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家主安小姐 他们又见面了 哦是你们呢 怎么你们也邀请参加联礼了 是啊 我要拿到他老人家的邀请函 我们可是足足花了几千万 龙国省府红青巷大人到 参见首府大人 十八年前山河王失踪 龙国上下被棋 要不是首府大人宁尉不乱 接下龙国的 Abrams 龙国早就斯夫妇壹了 首府大人 是我龙国所有百姓的救命人 是啊 听说守府大人和山河王还是生死兄弟 哪怕山河王已经失踪18年 守府大人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山河王 如此兄弟情义简直可歌客气 情义 你好 见到守府大人 为何 你好大的胆子 看你守府大人竟然还不贵 你是想谋反吗 果然是你 谋反 我龙国的君主可只有山河王 守府大人的身份是你一个死囚犯 也能比的了吗 不赶紧睡呀 就是 守府大人若是罚怒的 可不是你一个死囚犯能够承担得起的 我承担过去 笑 不要论起身份 活的身份 可女人就算是一万人 洪天象 见到我山河王 为何不下跪行礼 我没有听错吧 沈夜说他是山河王之子 年轻人 你说你是山河王之子 可以有证据 沈夜 说什么呢 冒充山河王之子 这可是大逆不道的罪过 你怎么能乱说 我没有说 我就是消失了十八年的山河王之子 还敢在这里罪用 光是谢国山河王之子这条罪名 就够你 俗赞车之子 蒙国四八战争到 这不是修罗战士 天色战士 昆仑战士 还有无双战士 这小子玩了 四大战士 可是当年山河王亲自蹭放的 对山河王忠心耿耿 他居然敢当这四大战士的面 冒充山河王之子 光是修罗战士 就能打死了 四位战士大人 你们可算是来了 这小子他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冒充山河王之子 你们快点把他抓起来 闭嘴 陈先生他 可是货真价实的山河王之子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他怎么可能是山河王之子的 弄错 我等追随山河王大人南征北战多年 你觉得我们会认错 四大战神 公平少主回归 起来吧 完了完了完了 陈业他竟然是真正的山河王之子 我们安家 安家竟然把一座 真正熟眼通天的大人物给赶了出去 我们招架也完了 陈业他竟然真的是山河王之子 我们竟然取决他山河王子的违约 陈彦你真的是山河王的儿子吗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这不是跟你说了 红天相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好孩子 我找了你十八年 天年奋利子平安归来 这样好了 你总算回来吧 红天相 你不要在我面前假惺惺的 你在说什么 十八年前山河王府惨案 全府上下一百八十号人 全部葬身于火海 难道不是你干的吗 十八年前 弘弄世界的山河王府惨案 竟然是守府大人做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 我和你父亲 是生死的兄弟 我怎么会害他 许青城 带上来 许青城 带上来 这不是汪氏要业的股东吗 汪家主 汪老开学 这些人你们都认识 行啦 说吧 十八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十 十八年前 汪湛前派人告诉我们 让那山河王府的人 全部调离 还许若给我们 说 事成之后 一定给我们高官呼噜 和荣华富贵 我们清醒了他的话 然后把王府的人全部调离 去刷死了十八年前的 全 你们两个 准备好受死了吗 不要 不要 少主大人 饶命 饶命我 受不大人 我们不想死 你救救我们吧 你们两个好的胆子 竟然对我兄弟 山河王动手 此有一步 啊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山河 你做的好 要不是你调查的清楚 我还不知道 这两个人 原来 这么的狼心狗肺 少副大人 你这么着急杀人灭口 是为了掩盖罪症 先生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为什么要掩盖罪症呢 你别以为堵住了他们的嘴 进来吧 我的父亲汪霸天就是当年 山河王的贴身 我可以向大家证明 当年山河王的财 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首副大人就让这幕后黑手 小姑娘 你讲这话 还要有证据啊 老父虽然年事已高 但也不是任人污蔑啊 你胆敢这样污蔑我 老父 可轻易不会放过你 放心 首副大人 我可不敢污蔑 您看 这是什么 你 你怎么会有这个 怎么 首副大人太胖了 这是首副大人 当年写给我父亲的造反书信 什么造反书信 当年我父亲是山河王的贴身守卫 他写书信与我父亲 想让我父亲暗杀山河王 我父亲没有答应 他无计可施 于是找到了汪震天 这封书信上 不仅有龙天象的亲笔 还有首副副的首副大印 臭婊子 怎么 首副大人 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有什么意思 哈哈 好好好 好肯子 看来当初 是想看了你啊 怎么无话可说了吧 你别忘了 老虎可是武斗大东西 就算你是 陈山河的儿子 就那你啊 当今天下 只有 鬼与狱主 他和老虎平凡求赐 不凭你 你后面这些废物 还没资格动老虎 哈哈哈哈 就算是山河王的儿子又怎么样 就算你查到了证据 又怎么样 绝对的武力面前 一切都是富裕 所有人听令 随我保护山主 是 洪三下 你说的没错 你你都 当今天下 确实只有鬼 有个精神 不过 传我鬼域九龙至尊神令 鬼域所有高手 三分钟之内 出现在我面前 九龙至尊神令 你 你怎么会有这个九龙至尊神令 参见鬼域玉主 鬼域玉主 你 你就是鬼域玉主 你是鬼域玉主 老东西 你现在才反应 这场出山圣典 本来就是特意为你准备 目的 就是为了你这条老狗 不 不 这怎么可能 竟然会是鬼域玉主 小杂碎 就算也是鬼域玉主怎么样 老夫也是大宗神击败的高手 问实战经验 我要比你强势一万倍 是老夫的对手 陈燕 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在无力面前 没有任何的生算 现在 就要老夫来送你生路吧 现在 就要老夫来送你生路吧 怎么可能 受老夫一掌 你还有多力气反抗 啊 怎么可能 你不是大宗神 到底是什么境界 凡谱归真 什么 凡谱归真 那只是个传说中的境界罢了 根本没有人证实过 凡谱归真 并不是传说中的 我早在十年前就已经 什么 十年前 老夫在大宗神殿墓停留了几十年 都没听说过 大宗神之上还有境界 就算有凡谱归真 那也应该是无限达到 洪天象 你输了 凡谱归真 并不是修炼时间的场子 而是 无欲 是无求 是坚守本心 你心中杂念太多 欲望太强 想要掌控一切又想获得一切 为了这个目的 就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能备 洪天象 你输了 我现在 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 人人都说 鬼狱 是天下第一高手 你的心境 确实 比我超越太多 这一仗 不是 告诉我 我父亲到底在哪 在 守复复的 暗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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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你是小叶吗 是我 我是小叶 是我来吧 让你受苦了 陈伯伯您好 我是陈叶的未婚妻 我叫安云 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的帮助陈叶 做好你们陈家反而媳妇的 陈叔叔 你别看他瞎说 我才是陈叶的未婚妻 我叫许青城 修罗站前的女儿 我叫许青城 我们俩两小五才情投意合 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希望陈伯伯祝福我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臭小子 有两位美女 是不是这样抢着要嫁给你 不错 有爹当年的风范呀 哈哈哈哈 爸 我我其实本来想退婚的 什么 退婚 你敢